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费札巴德东南部82千米的新都库什山脉 这也是阿富汗一个相当偏远的地区 继续我们再把镜头转向加拿大 一艘关金船在星期天的下午在加拿大西部沿海沉没 导致至少5人死亡 这起关金船它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托菲诺附近所沉没的 在船上一共载有27人 目前还不清楚造成沉船事件的原因 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有21人获救 但目前还有一人下落不明 获救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不过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今天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 十三五计划 以及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 是会议的焦点 那么这一次的五中全会 也可以说是习近平时代 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 经济政策重大决定 还有重要的人事安排 都有可能会在这次的全会中加以确定 接下来我们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为您报道这些情况 东方你好 岳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首先就先来看看 经济方面这个十三五的规划 这可以说是习近平任内 一个非常重要 也是第一个五年规划 那么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 外界有很大的担忧 这次的五中全会 可能会宣布哪些经济政策呢 中国媒体呢 一般要在这个五中全会闭幕以后 才正式会宣布 向老百姓宣布 举停了这个会议 并发表会议公报 不过据我们的了解呢 这次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中国股市崩盘 人民币贬值 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速 首次跌破指标性的7%以下 所以说呢 混乱的中国经济变局 一再令世界困扰测目 那么十三五规划 是这次这个五中全会的重点目标 肯定要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制定一些政策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里 中国官方媒体的调门呢 已经从过去的保八保七到现在的宣传 中国经济无需不守7% 那么有分析说 今天的中国经济政治 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这个状态 那么有些智库就指出 那今天的中国政府呢 仍然靠着顶层设计来做经济 靠着极权政府干预 来指导市场经济 很难让中国的经济摆脱困境 是 那么除了这种由上而下的经济管控之外 当然另外一个焦点议题就是人事的布局 很多人说这次五中全会 可以说就是为将来十九大的人事 来敲定他的布局 那么特别是十九大政治局常委的空缺 到底花落谁家 很多人都在进行分析和揣测 跟我们谈谈在北京的外媒 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因为五中全会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 那么在十九大上 中国军委和政治局常委将会有比较大的变动 那么我们看一些海外媒体就分析说 在这次五中全会上 上海市委书记也许会换人 现任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会被换下 那么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也是习近平在军内打击腐败的主要同盟军 有可能会进入中央军委 那么王岐山年龄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但是十九大他可能不会退下 这次五中全会可能会决定 让王岐山延迟退休 那么跟随习近平访问美国 访问英国的中央门工厅主任栗战书 也有可能进政治局常委 另外这次五中全会的另一个看点 也许是会正式宣布 另计划被开除出党 那么我们看到五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议题 肯定包括将正式将十一位腐败落马的中央委员 和中央候补委员清除出党 包括另计划周本顺 这个杨栋梁他们 这五中全会将会创造出一个 中共在中央全会上 开除党籍人数最多的历史新记录 就在五中全会之前 开幕之前 中共颁布了一个叫做 中国共产党党纪纪律处分的条例 其中一个新规定 说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可以开除党籍 有的分析说这是指任志强最近发表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也有评论是说警告下层官员不要妄议中央 如河北省省委书记周本顺就被开除了党籍 据说他其中一个罪行就是对党不忠诚 阳奉英为妄议中央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就是广西省省委常委 南宁市的市委书记于远辉 他就公开在一次会议上说 有些干部没有骨气被双规两天什么都招了 这个一点骨气和意志都没有 这个宁远辉也就被开除党籍了 这条规定也引起党内的议论纷纷 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了 如果不允许妄议朝政会影响党内的民主 宁文 是 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妄议 现在成了中国现在最热门的一个名词了 那么继续我们再看到也有外媒报道 说中国有可能在这一次的五中全会上 在进一步来松绑计划生育政策 在这方面你掌握了什么信息呢 计划生育确实很重要 十三五的规划要重点提到 医疗养老计划生育政策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到底怎么放宽 多少年来一直没下决心 所以这一次五中全会上 可能会对十三五的规划 要出台进一步的放松计划生育的政策 那么我们看中央中国是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 那么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冲击越来越严重 现在劳动人口比例减少 未富先老加剧了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 男女人口的比例失调也引发了议论 中国有学者就主张几个男人将来要共同娶一个女人 所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提高出生率减少老龄化的压力 显然是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一文 是 东方最后30秒跟我们谈谈 可能跟过往召开重要会议是一样的 今天在北京的气氛怎么样 安保的维持是不是特别的严厉呢 他虽然没有正式的宣布 但是这次五中全会按惯例 应该是在由总参部 总参就是写放军背景的京西宾馆召开 不是在人民大会堂 那么400多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以及他们的秘书专家学者 就在那个宾馆里边闭门探讨中国的大事 那么在那个周围布置了很多的警力 从火车站西客站开始布置警力 那么还有些拉访民的公交车有十几辆 其中一辆上面有数十名被查获的访民 因为每到北京出大开大型的活动 都会有全国各地的访民到北京来告状 那么越是接近京西宾馆的地带 我们看就运严格 行人会被警察拉住 随身检查 很多访民被查出 带着上访材料也好 就被带走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东方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因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将会在这个星期四闭幕 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 会议的最新消息 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或者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查询我们的及时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艾未未的乐高玩具风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 也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BOA卫视新闻 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 上个周末透露 丹麦乐高玩具公司 已不支持政治作品 拒绝为他提供大量积木 引发了各界对乐高公司的批评 那么与此同时 美国脸书的创始人 扎克伯格再次到中国访问 很多人说 中国的经济放缓 以及人权问题 似乎没有让西方的企业 停止前进中国的脚步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通过连线 请在云南大理的 中国维权人士 也是社会活动家 胡佳 来谈谈他的看法 胡佳你好 你好 胡佳你现在人不在北京 跟我们谈谈 这个先来说说 为什么人不在北京 是被当局旅游了吗 我们刚刚看到 有关五中全会的消息 实际上就是 这个党代会 每一次两会 党代会 还有包括 比如说德国总理访问北京 法国的这个政要 这些 那么我都处于那种 软禁的状态 那现在一种变通的方式 就是说在这期间的话 我与其在家里边 被他们这么就是围困着 不如说 他们在那种明的暗的 这样的这种 这种跟随和监控之下 我到其他地方去 我还可以呼吸一些 没有雾霾的空气 这个就是只是一种 推而求其次的方法吧 就两害相权取其亲 那么胡佳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刚刚提到的 艾未未的这个 乐高积木的风波 那目前看来 还在持续的延烧 美国之音 我们也已经向 目前在柏林的艾未未 发出了采访邀请 先跟我们谈谈 你对这起事件的看法好吗 您也知道 就是说我上网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就主要只是翻墙嘛 那其实昨天 我很偶然的 能够片刻的时间翻墙 我就看到了这段消息 当时是非常吃惊的 因为您刚才也说 这个乐高是丹麦的公司 那北欧的这些国家 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他们的自由度 那种包括新闻自由 各方面的这些文明 甚至超过了这个美国 这样的这个 就是说民主大国 这样的 但是乐高公司 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 却让我吃惊的 就是真的是瞠目结舌 我说中国政府 在这个事情上 都没有什么表述 乐高公司 先自我进行审查 那么 而且这个能够传染到 北欧的公司身上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 就是这种触手 是不是由 这个中国政府 探达过去的 就是真正的探达过去的 还是说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 对各个的那种商业 就是说七方的公司 然后加以压制 以使他们形成了一种 固定的自我审查的 这种思维吧 这样的 其实乐高这个东西 全世界的 它不仅仅是儿童的玩具 成年人也很喜欢 这样 我女儿也很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 那么圣诞节的礼物的话 还要 但是昨天的这件事情 就给我们的内心 蒙向了一层这个阴影 那么像安徒生啊 什么这个 就是说这些 这些很童话的 这样的 很不涉及这方面的 这些就是国家呀 这样的 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话 它会明确的告诉你 你不能 而且还不是在 它的国家的政治 是在你的这个 国家的这个政治 而且你也并不知道 艾薇薇想拿它去 做什么 这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确 你会考虑要抵制乐高公司吗 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荒唐的 尤其已经让我可笑 而且已经生不出那种愤怒了 就许多的事情 就是在专制的这种领域上 尤其专制的这种手 他可以去 他拿整个世界各地的时候的话 因为你令你生气 令你愤慨的事情太多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乐高公司的这个 这个东西 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仍然会给我女儿买 但是你说就是说 作为这个产品本身的话 我觉得这个品牌的 它以前在我内心的那种 跟孩童跟天真 跟这个创造力 有相关的一些东西 都一下子都坍塌掉了 是受到了影响了 乐高公司 其实它已经给自己 蒙上了一层 就是它 不管它是多长时间的一个企业 但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负面的形象 这样的负面的 在这个企业中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 被人看不起的 这样的状态 是 胡佳 我知道你刚刚也说 你上网不太容易 所以我想要请教你 就是乐高风波 现在看来 连中国的官媒 环球时报 也忍不住来加入了反应 他们今天发文 特别说乐高 这样的处理态度 显示了西方企业 开始了解 真实的多元的中国 那么你认为 西方企业是真了解中国 还是他们是闭上眼睛 装作看不见中国的问题呢 您说的这两点其实都有 实际上来讲的话 因为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 尤其是欧美的这种新闻 西方的企业是不可能 不知道中国政府 在人权方面的 这个怎么说呢 累累的劣迹了 这样 同时呢 他们又需要中国这块 很大的市场 他们认为中国这块市场的话 甚至不亚于欧洲和美国 因为它确实人口太多了 而且是个蓬勃 像还是一个增长很快的 这种经济体 而且一个那个 大众的这种消费水平 逐渐从那种生存温饱 像那种休闲 像那种享乐的 这样的方向发展 所以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诱惑了 那怎么办 当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候 在这个里边 为了市场 他们只能是 就是对外就是装聋作哑嘛 就是认为那些事情 从来都没有发生 然后在这个国家 只要跟官方打好交道 只要跟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体系 不管是跟他的 就是各种政府管理 还是跟他的商业的 这些合作好 你就可以闷声发大财 你就可以把你的 这个企业这个壮大 这样的 那你可以完全去忽视掉 企业其他的那种 社会责任 和那种就是怎么说呢 对于一个 推进一个健康进步社会中 总应该发挥的那种 创造性和智慧 智慧影响力 顾家 我们因为还有一分钟 左右时间 我想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刚刚提到的这些 这个看法 还有这些立场 对于西方企业来说 是不是同理也可以印证到 我们看到脸书的创始人 扎克伯格 就在这个周末呢 他到了清华大学 再次以中文 发表长篇的演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到中国 也不是他第一次说中文 但是我们知道 脸书到现在 连中国的门都还进不去 为什么扎克伯格 这么积极的行动呢 我记得我曾经举过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就是封锁Facebook的 这个政权非死不可 因为Facebook是一个 就是民间社会 尤其是推动社会运动 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扎克伯格 可以受到王岐山的接见 可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但同时他的这个工具 被屏蔽在外面 中国政府要求他 必须做出相应的那种修改 并且接受审查 通过中国的安全机关啊 这些 那么在这个事件上的话 扎克伯格我觉得 他的所显示的态度 就是说 他将会做出妥协 这样 那么他的态度 其实和谷歌的 那个 那个Share Gapulin 形成的那种 不作恶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就是向金钱 向市场屈服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中国社会运动家 胡佳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感谢你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 他指责丹麦的乐高公司 因为出于政治考虑 拒绝出售大批的乐高积木 就在社交媒体上 已经掀起了一场大风暴 艾未未在星期一说 他将会设立收集点 来接受外界 捐赠给他的乐高积木 以完成他的艺术创作 那么这个艺术创作 是用乐高积木 要拼出中国艺艺人士的肖像 在澳大利亚进行展出 其实艾未未已经在全世界各地 举办了这项展览 其中包括了在美国旧金山 海湾区的恶魔岛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卫视的报道 要抵达恶魔岛必须先搭乘杜伦 这个小岛曾经是美国关押 重刑犯的联邦监狱 后来成为旧金山主要的观光景点之一 每年吸引140万到150万人 2014年9月到2015年4月 恶魔岛展出了艾未未的积木展 艾未未用120万块乐高积木 拼建成176幅全球政治犯和流亡者的肖像 其中包括受到间谍指控 旅居俄罗斯的美国国安局合同工斯诺登 艾未未说 是他5岁的儿子 启发了他用乐高积木创作的想法 策展人海因斯说 展览的主题很广泛 大部分人感兴趣的是基本人权 言论自由 还有个人责任和沟通等等 这些主题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一名澳大利亚游客说 这个展览让我思考少数人如何坚持理想 美国国家公园解说员说 我认为艾未未的展览为恶魔岛带来了 现代化的意义 让游客可以深刻思考自由和平等的意义 美国之音 卫尉卫视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侠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昨天在台海两岸各自举办了一场主题相同 但方式和意义可能大不相同的纪念活动 那就是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 相较于北京大张旗鼓的纪念与庆祝 台湾的反应却是相对冷淡 为什么呢 台湾光复70周年对两岸关系 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下面通过skype连线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的 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黄介正 黄教授我们来欢迎他 黄教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从93北京大阅兵到现在 大肆的庆祝台湾光复70周年 北京到底想要证明什么 我想93的大阅兵跟庆祝台湾光复节 两者还是有层次上面的差别 就大阅兵来讲当然是向世界还有周边地区国家展示 中国现在不怕外敌侵略 同时也纪念70年前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 那么台湾光复节又多了一层这个大陆和台湾链结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么虽然说台湾光复节在是因为对日抗战胜利所造成的结果 但是因为现在两岸分治已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所以在大陆这样子大肆庆祝有别于过往 那么当然具有一些特殊的两岸关系的意义在里面 是那么黄教授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今天也发表文章 标题就是光复70年的台湾绝不会再丢掉 那么内文里面还特别再一次强调这个对台独势力的这个反对 那么同时还警告北京随时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这样的一种论调和这种立场让人再次感觉到 好像每一次台湾大选前夕都会看到中国官媒的这样的反应 这是针对大选而来的吗 我想环球时报这个报纸它本身的特性 关心中国大陆事务的人或做研究的人都晓得 它下的语气都比较重 那么姿态也比较比较强势一点 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中国大陆它在世界上已经享有了更高的地位 那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 又有可以威震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 那么以自己庞大的市场经济来看的话 它对于台湾可能的顾虑相对比较少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对自己的信心增加了 所以对于台湾是不是会影响台湾选举会引起反作用 很可能中国大陆现在的顾虑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少一些 黄教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所想所愿的 未必就是台湾民众所要的 那么很明显我们看到就从这一次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相比之下很多人说台湾特别冷感或者甚至已经是无感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 我想原因应该很多 但是追本溯源的话应该是说台湾光复节本身 应该是台湾和中华民国一个很深的连结 那么如果台湾的人民老百姓对于中华民国 目前在国际社会所遭遇的困境 对于两岸关系目前的这种为难的情况 那么感受越来越深 或者甚至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打压 是毫不留情 不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发声 那么自然会把这个所谓中国的连结和台湾的光复 这个部分连结就看淡了 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牵涉到台湾的主政当局 对于民众的教育 还有这个一般的政策 那么我想这个是交互作用的 我个人认为比较大的因素 还是因为大部分台湾人民认为台湾 这个光复台湾文化民国在国际社会 是的影响力越来越低 所以纪念台湾光复节相对的会被压低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是黄教授最后我们大约30秒时间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人说看来台海两岸 对台湾的这个未来有分歧 就连对台湾的历史 像是连光复这样的看法和意义 立场定义都有不同 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分歧 两岸关系要如何能够有进展 能够有突破呢 我想两岸关系的进展是看未来 我们经常讲来者以这个可是来者可追 那么过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想如何处理好未来两岸的关系 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诠释和解读 所以真正的关键我看还是两岸都要向前看 希望以更体贴更理解的方式来处理未来的两岸关系 这自然有助于对于过去过往历史的解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淡江大学的 黄介正黄教授接受我们美国经营的访问 感谢您 那么有关于两岸议题的讨论 在美国经营的中文网上 我们还有更多的详细报道 欢迎您登陆查询或者发表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丝毫没有缓解 心急如焚的家属再次呼吁当局放人 稍后我们有详细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三个半月的时间超过300人受害 这不是一场天灾 不是一场意外 这是中国维权律师 家属 还有相关人员 目前面临的最新困境 从7月9号 维权律师王宇被捕之后 受到中国当局约谈 传唤 限制出境 监视居住 刑事拘留 逮捕还有失踪 人数已经突破了300人 那么下面我们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总部在香港的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言人 陈女士来为我们介绍最新情况 陈女士您好 您好 是 看来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 还没有停歇是不是 其实目前我们 表面上看来 那个抓捕好像是还了 但是那些威胁 骚扰 传唤这些事情 一直没有停下来 还有就是事情也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头 在发生 那比如说最近那个数据增加 主要一个原因是 加了那个 结江那边的教案的那些被抓捕的人 包括律师 然后另外呢 也有在缅甸失踪的两位 在那个中缅 中缅边境失踪的两位 那个维权人士 姓欣贤跟那个谭志顺 那就是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发现那个数据 还是一直在增加 是 那么陈女士我们也注意到 就在你刚刚提到 王宇律师的儿子包卓轩 他在缅甸被抓捕回中国之后 另外一位维权律师刘晓元 他的孩子想要出国留学 也被拒绝护照的申请 现在的打压行动 是不是开始锁定 律师的孩子了呢 其实这个所谓锁定 也不是这一次才开始了 其实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 从那个高智胜律师开始 或是那个郑英宠律师的时候呢 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越来越受到 我们关注的一个株连的问题 那目前在中国当局呢 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 就是许了对律师或是一些维权人士的一些破坏以外呢 很多时候行动也逐连到他们家人去 那那个被拒绝申请护照 其实也在这一种那个预警下去理解 是 那么陈女士接下来呢 要锁定孩子呢 主要一个情况就是 律师们因为他们或是维权人士都有自己的理念 一般的打压呢 不能够停止他们行动 但是呢 如果把那个打压的对象转到孩子 或是转到家人的话 就会做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威吓 或是那个正确的一个作用 是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网语律师的这个视频录像 他当时在听到儿子被逮捕回国之后 也有一些反应 那么其实我们要转换一下焦点 我们来看到美国国会 但是 您让我补充一下网语律师那个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跟网语律师讲了什么话 对吧 所以他那个反应其实我们也还是传疑的 是 那么最后我们要来关注的呢 陈女士跟我们谈一谈 美国国会这个星期呢 要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来召开听证会 预计浙江维权律师张凯会成为一个关注焦点 我们知道张凯律师过去也在美国国会 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来进行过作证 现在他却成为听证会的关注对象 这是不是再次说明了在中国 维权人士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呢 其实呢如果我们看目前在法律败坏那个司法不章的情况下 其实不光是那个维权律师 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具体都就是有一种不可预测性 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不光是律师的问题 不过张律师目前的最新的一个状况呢 就是他家里在10月17号被收 然后家里人也被警告 不能够向外公布任何就是发表什么言论之类的 还有就是律师到目前还不是不能够见他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陈女士 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最新消息 那么关注中国维权律师 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输入关键字维权律师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或者发表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国会众议院 持续一个月的领导人危机 预计将要结束了 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 将被选为新议长 来取代上个月宣布辞职的贝纳 那么在贝纳担任议长过去几年里 她常常试图让共和党各个派别团结起来 但是却徒劳武功 我们来看看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没想要也没有寻求议长职位 瑞安可能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不情愿当上议长的人 瑞安在美国政坛上是一个知名人物 2012年 她是共和党提名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谢谢你罗姆尼州长 能跟你搭档竞选 让我深感荣幸和激动 她在国会也是一个知名人物 她在2013年与民主党人联合提出一个财政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至今约束着联邦政府的开支 我认为这一协议是在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在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之际 你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我认为保罗瑞安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议长 他工作勤奋 非常的聪明 而且我想他跟共和党各方面关系良好 瑞安说他愿意担任议长 但条件是共和党众议员要跟他团结 这种团结在他担任议长之后 将立即受到考验 国会将在11月3号之前 就提高联邦政府借贷限额的问题 进行关键投票 假如不能提高限额 美国将要债务违约 这对我们的经济 对利率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这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贝纳担任议长期间 跟极端保守派共和党派系艰难搏斗 极端保守派一意要缩减政府规模 坚决要求不跟奥巴马总统做出任何妥协 瑞安上任之后将不得不进行同样的搏斗 瑞安的盟友认为 瑞安认同这些政策目标 但作为议长他将不得不受政府现实的制约 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非常的困难 令人恼火 但这是美国人民给我们的结果 预计星期四瑞安将被选为众议院议长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的VOA卫视 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 今天的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 我们先来欢迎他 宝申你好 你好 宇文 一个星期又开始了 我们今天有什么重点话题要来探讨 今天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 第一个我们要讨论一下上个星期公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内纪律处罚条例 我们知道这个条例一公布以后 就引起满城喧哗可以说是很大的风波 不仅在中国国内在海外也是如此 关键就在于这个纪律处罚条例 公布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负面清单 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党员不得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 这是非常含糊的说法 什么叫做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 如果党员或者党的干部 出于关心党的事业 关心党的前途 对党中央的一些政策发表意见 他们是不是违背了党规 有没有可能被中共开除出党 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其他的关于什么不能搞团团伙伙伙 不能加入战友会 校友会等等 这也是非常非常不民主的做法 如果中共真正这样做的话 党内还有没有民主 是 确实 刚刚我们的记者东方也说 这个妄议现在成了在中国 热烈讨论那个名词 如何来定义它 我想大家都很关注 那么第二个话题 我们要探讨什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上个星期 在菲律宾的宿物这个地方 那里有一个中国的总领事馆 发生一起血案 一起枪击案 据说是一个大使馆 领事馆雇员的丈夫 开枪打死了两名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总领事也受了重伤 我们要来探讨一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环球时报说 这由于他们的内部纠纷 一些个人的恩怨 或者财富上的纠纷引起的 我们要跨过这一步 探讨一下中国驻外机构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管理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 到底是文化使之 还是制度使然 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 是 而且一度还传出相关消息 遭到中国方面的封锁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实 那么同时我们的观众朋友相信 也会很关注这些事件的发展 我们谢谢宝生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 持续地锁定VoA卫视 欢迎您收看 同时也参与 稍后第二小时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稍后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重要消息 要为您报道 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不认识 那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再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俩能够 继续来看一组国际消息 土耳其当局对该国东南部 一个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 进行了突袭 结果导致两名土耳其警官 还有九名激进分子丧生 与此同时 土耳其当局也在努力 要打击跨叙利亚边界的极端分子 在星期一的交火 是发生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城市 迪亚巴克尔 警察突袭了几栋房子 安全官员说 有四名警官受伤 三名激进分子被抓获 土耳其当局指责伊斯兰国组织 在这个月早些时候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从事两起自杀炸弹袭击 有100多人在袭击中丧生 一艘星期天晚上 从澳门 驶往香港的快速渡轮 因为撞到不明漂浮物体 导致有120多人受伤 当局表示 五名乘客伤势严重 目前已经送往医院 渡轮的运营公司说 客轮的尾部还有机房受损 渡轮在碰撞后失去了动力 但是没有下沉的危险 目前碰撞事故 还在进行调查之中 朝鲜星期一对韩国在边界线附近水域开炮的事件 向韩国发出了警告 朝鲜国家电视台播报一份声明说 首尔如果继续猖狂的军事挑衅 有可能挑起不可预测的武装冲突 韩国方面则回应说 韩国海军向跨越分界线的一艘朝鲜巡逻艇 开炮进行试镜 在社会问题上非常保守 同时对波兰加入欧元体系 持有怀疑态度的法律正义党 星期天赢得了波兰议会选举的胜利 他们在选举前几个月的竞选活动里 承诺更多的社会福利支出 反对加入欧元体系 同时也誓言反对穆斯林移民 进入波兰境内 投票后民调显示 由前总理亚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 法律正义党 仅盈得超过39%的选票 而亲欧门重视商业的公民纲领党 则以23%的票数排在第二位 在计票进行的同时 如果投票后的民调数据保持不变 法律正义党的242名议员 将在下议员460名成员中 占据绝对多数 议会将组成一个更广泛的红白阵营 我们向所有希望波兰变得更好的人们 伸出欢迎之手 应该有尽可能更多的人 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投票结果发布不久后 属于公民纲领党的艾娃帕科奇总理 承认败选 今天的波兰肯定比8年前更有吸引力 今天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发展了 失业率仅顶是个个位数 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波兰 留给了下一任执政党 分析人士说 这次选举很可能是一个信号 表明波兰将和匈牙利 以及斯洛伐克团结起来 反对移民入境 大部分移民是叙利亚人 他们为了逃离家乡的战火 近几个月来大批涌入欧洲大陆 美国之音记者何林 华盛顿报道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的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党内情况 由于主要的竞争者退选 加上第一次辩论 还有国会听证的出色表现 可以说让希拉里克林顿 选情大大的加分 就在上个星期五 克林顿现身维吉尼亚州 与基层的民众来会面 为自己来拉台选票 我们来看看记者尼亚和于牧 发回来的报道 10月23日周五下午 700多名来自周边地区的 希拉里支持者 涌进亚里山德里亚市政厅门口的广场 这位从政经验丰富的竞选人 希望摆脱过去的光环 向基层群众证明自身的价值 当我审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我充满了激动和乐观 我不是在竞选奥巴马总统的第三任期 我们不是在竞选比尔克林顿的第三任期 我在选我的第一任期 最近两周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之路 走得风调雨顺 丰富老道的从政经验 在第一次党内辩论帮助他打下了头炮 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 能够拥有我拥有的经历 能够从一个祖父是工厂员工 到父亲是小商人 直到现在 我能请求美国人民选我做总统 副总统乔·拜登 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党内 能够挑战希拉里地位的一匹黑马 然而拜登在上周三宣布 不参加总统竞选 很不幸 我相信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准备一场有盛望的提名竞选 另外 两位民主党候选人 前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吉姆韦伯 罗德岛州州长林肯查菲 相继宣布退选 党内频频让路的同时 周四的听证会 目前看来更像是共和党 送给希拉里选举的大礼 在国会举办的长达11小时 针对班加西遭袭事件的听证会上 面对共和党的拷问 希拉里冷静自如的表现 迎来公众的广泛好评 希拉里的党内支持者表示 她的表现很显然 能够给她的竞选加分 我认为她表现得很好 我认为很不幸 听证委员会暴露了 他们纯政治化的行为 这相当明显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 希拉里的表现 能帮助她赢得竞选 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主席 约翰·怀特贝克表示 周四的听证会 并不代表两党 在竞选中的较量 无法评论双方表现 那只是异常调查而已 她说相比副总统拜登 希拉里并不构成很大威胁 我们将很愿意与她抗衡 现在拜登退出了比赛 我们认为我们占了上风 更容易赢得白宫 美国之音 尼亚 于牧 华盛顿报道 在国际间 要如何打破宣传 来披露真实 这是美国国会众议院 军事委员会一个小组 在10月21号所举行的听证会的主题 包括美国国防部 还有国际广播部门的负责人 都到国会进行作证 我们来看看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小组委员会成员和作证者 集中讨论如何对付伊斯兰国 等非国家实体和俄罗斯 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宣传讯息 广播理事会的理事 马修·阿姆斯特朗 是证人之一 他说 美国之音推动言论自由和平衡报道 这将抗衡扭曲事实的讯息 一开始我们告诉受众 言行差距是什么 他们说的是什么 而现实又是什么 这将帮助和影响接触受众 我们给受众以力量 让他们开始认清 什么是宣传 美国空军准将查尔斯穆尔谈到 伊斯兰国等各种组织 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传播讯息 他们运用社交媒体 运用网络媒体的能力 是他们的吸引力之一 这操作起来很快 而且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能够深深接触民众 他们一年365天 一周7天 一天24小时都在做 你必须跟上和对抗 这种信息传播速度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 迈克尔·伦普金说 美国军方认识到 社交媒体及时性强 因此必须要有创造性 和随时演变的策略 环境的复杂性 要求我们运用一套 深思熟虑的策略方式 来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 简单地说 我们的敌人 推特对推特和网站 对网站式的攻防 伦普金还说 军事预算有可能削减 这给他们的部门 制定多年策略带来了挑战 不过他还强调说 在抗衡宣传问题 他们的部门 正在与多家政府机构合作 美国之音 BOA卫视华盛顿报道 说到了国际情势 随着海洋领土的争端紧张 在南中国海上空 可以说是风云密布 各界都在密切地关注 美军何时会进入中国人工岛礁12海里 来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还有北京又会如何来反应 那么在美国有专家认为 尽管美中两国因为立场不同 而有军事矛盾 但是北京比较可能会把不满 来对准周边的小国 而不会直接与美国冲突 我们来看看记者钟晨芳 还有任余扬所作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 22号在夏威夷对美联社表示 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 一旦华盛顿决策者要求军方 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巡航 他说海军有资源来支援任何决策者 为展现美国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决心 所提出的要求 美国政府和军方连日来多次重申 北京不应该将美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 自由航行视为挑衅 不过中国也表明不接受任何国家 以航行及飞越自由为理由 损害他国主权 在美中言辞上相互较劲之下 接下来何时会有实际行动 不但周边国家关注 国际社会也有人担忧 美中之间是否爆发冲突 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教授 梅惠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北京领导人很聪明 即使美国军舰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 他们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很聪明 他们知道美国的海军比他们的海军长得多多了 所以我预测他们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应 我觉得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他们会有一个很怎么说的 安心他们不关美国做的话 但是你会看在媒体上 他们会说出来或者写出来很多指词 美国的什么文章啊等等 但是我觉得他们会 然后他们会对另外的国家 他们会持比较残忍的态度 因为这个国家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如果中国麻烦越南或者这种国家 这也会脆弱美国在地区的地位 但是不是直接的直接的反应 梅惠玲说对北京而言 美国在哪里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并不重要 因为中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 问题在于中国会以骚扰周边脆弱的小国 来测试美国是否坚持 护卫在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原则 每次北京对这种脆弱的国家 有什么强硬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美国我们说 我们是地区最强的国家 我们也会保护很重要的国际原则 所以这个原则运营到美国 但是也会运营到别的国家 所以美国我们愿意愿意保护原则吗 如果北京去骚扰越南 美国会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最大的问题 梅惠玲说 美中两国在军事上立场不同 一定会有矛盾 中国自然希望成为区域最强的国家 但那不代表他会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 我觉得中国他们会在地区 放在地区 他们会变成最强的国家 他们宁可美国不会留在 待在地区 所以这个肯定是一种矛盾 在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 会是比较大的冲突 但是如果你问我最后会爆发什么战争 或者这种 我觉得不会 中国很聪明 他们知道最聪明的政策 就是不管美国 批评美国 但是不需要用什么行动 或者什么运动 来自击美国 媒体报道说 美国已经通告亚洲盟友 他准备派军舰进入中国建设的人工岛礁12海里 以伸张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 斯维夫特上将说 中国在南中国海田海造岛 并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太平洋舰队的行动 他说 我们持续在那个海域行动 正如他们没有造岛之前一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方 任玉洋的报道 最近一名台湾妇人 在飞往美国的班机上生孩子 结果后来她遭到了美国遣送回台湾 这起事件在华人圈里 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 许多人批评 这位妇女她的目的 就是要在美国生孩子 以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 我们知道 外国人在美国生孩子 自动取得公民身份 这是依据美国宪法 第十四修正案 但是目前有专家提出挑战说 第十四修正案 其实它的本意并非如此 我们来看看记者杨晨 未知 还有长小 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 传统基金会的一次讨论上 两位宪法问题专家 对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是否给予所有出生在美国的人 公民身份 提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规划合众国 并受其法律管辖的人 都是合众国和他们所在州的公民 宪法专家詹姆斯河认为 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以来 不论是立法 司法 还是行政当局的解释 都得出同一个结论 自动公民权适用于任何生在美国 接受美国法律管辖的人 关于第十四修正案的争论焦点是 授旗管辖的条文 詹姆斯河认为 除了外交官等享受豁免权的人 其他的人都接受美国法律管辖 因此只要出生在美国 就满足了获得公民身份的权利 但是加州查普曼大学宪法专家 法学教授伊斯特曼认为 受美国法律管辖 还包括效忠美国 法律管辖指的是 完全彻底受其管辖 而不是有条件的部分管辖 也就是说那些效忠其他国家的人 不在管辖范围 如果你是临时居住 当然按照目前的情况 还包括非法居住在美国的人 他们是没有权利 按照十四修正案 获得自动公民权的 目前美国给予所有外国人 生在美国的孩子公民身份 很多外国人为了这个目的 来到美国生孩子 产生了所谓的生子旅游 近年来加州出现很多 华人月子中心 为中国大陆来的孕妇们 提供一条龙服务 最近一位台湾孕妇 搭乘飞往美国的华航飞机 生下孩子 据了解 当时飞机已经在美国领空 这个孩子已经获得美国身份 而这名台湾妇女 则被遣返回台湾 这件事在台湾 引起很大的反响 很多台湾民众 指责她怀孕36个星期 还搭飞机到美国 就是为了让孩子成为美国公民 而且飞机在阿拉斯加临时降落 造成其他乘客 以及中华航空公司遭受损失 宪法专家詹姆斯河 对美国之音说 不管人们对这些人有什么看法 这些孩子是外国游客在美国生的孩子 如果他们生在美国 我对法律的解释就是 是的 他们是美国公民 但是伊斯特曼教授认为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游客 到美国生的孩子 不具有公民资格 因为他们是临时访客 他们的父母不效忠美国 他们没有完全受美国法律管辖 这些孩子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 继续对他们父母的国家效忠 而不是效忠美国 对第十四修正案的错误解读 导致了生子留业的诞生 宪法专家詹姆斯河还说 如果人们反对出生地公民权原则 显然法律是可以改变的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修改宪法 伊斯特曼教授则认为 第十四修正案本来的意图 就不包括给予外国临时居住者 自动顾名权 VOA卫视记者杨晨 卫之 长晓 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 我们的OMG美语单元了 喜欢吃牛排 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美语来点牛排吗 别担心 我们接下来让白杰来告诉您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新闻微博上的粉丝 小豆丁的大豆丁 57395 第一个话题就是 吃牛排的常用语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你的牛排要几分熟? Hello, welcome to Longhorn Steakhouse What can I get you today? 你好,欢迎来到长角牛排餐厅 您想煎什么? I would like a steak please 我要一份牛排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你的牛排要几分熟? Well d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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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 shu Medium rare Medium rare Medium rare 5番 shu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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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番 shu I'm not sure Could you help me decide? 我不确定能不能帮我选一下 A well done steak is fully cooked without any pink meat inside Quan shu的牛排卡得很特别 里面没有粉色的肉 A medium rare steak is seared on the outside and slightly pink on the inside 5番 shu 的牛排外面是胶的 里面是粉色的 A rare steak is charred on the outside Brown on the sides and bright red in the middle 1番 shu 牛排外面一点点胶 表面稍稍有一点棕色 里面是纤红色 I'll try a medium rare steak today Thank you 那我今天尝尝五分熟的吧 谢谢 好 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 I like rare steak OK 拜拜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美典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义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时事大谈将在机器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EOA有问必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题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B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EOA有问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好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 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 地址是VOA新闻